害太歲顧名思義即是破害 以及容易與人不和 而且還會有機會被小人加害 我們不如一起來看看吧 屬馬的朋友害太歲是否真的這麼差呢? 今年也不是的 無論在財運、事業、感情和健康方面 一定沒有充太歲那麼差 所以待會給大家必看的三大禁忌提示 而且亦會提供開運的行為顏色給大家 大家不要錯過 首先來看看今年屬馬的財運是怎樣? 屬馬的朋友雖然今年害太歲 但今年你們的正財收入都是穩步的上升 而且還有偏財運 不過要小心些被人欺騙金錢 同時要留意一下維修的開支、小病的開支 甚至乎很多你意想不到古靈精怪的突發開支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最好積穀房機 不要亂消費 可以幫自己儲錢之餘 亦可以避免陷入財赤的局面 屬馬的朋友帶甚麼手材水晶會比較好呢? 就是帶黃水晶 黃水晶可以幫你手材 而且亦可以幫你增加你的偏財運 屬馬的朋友 財運不差 不如我們又看看他們的事業運 屬馬的朋友事業運 今天要留意 因為你們會遇到小人 而且會因為他們而搞到整件事前功盡廢 而且困難重重 諸多阻滯 而且還會令到整件事容易半途而廢 所以你們要強壯自己的自身能力 排除晚難 這些才是你們今年的生存之道 不過你們很幸運 因為當你們遇到很多危急問題的時候 總會有人伸出援手 去幫你們渡過難關 正因為如此 所以屬馬的朋友今年必備一條黑銀線去幫自己 不單止可以擋殺化劫 還可以幫在事業上轉運 今年的事業運這麼弱 不知感情運又是怎樣呢? 一起來看看 屬馬的朋友今年你們的情緒非常不穩定 容易多路易火 而且與家人的關係亦相處得不融洽 很容易動小小東西就發脾氣 遇到事情的時候容易固執急躁 做事有衝動 所以屬馬的朋友今年必須要保持冷靜的頭腦 才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而單身的你今年就較為難脫單一些 因為今年你們很容易遇到很多難桃花 尤其是要留意一下這幾個時間出生的朋友 1942年會遇到很多難桃花 1966年的朋友會容易感情受變 1978年的朋友要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緒 所以總結來說 今年屬馬的朋友是不適宜結婚的 所以屬馬的朋友今年最好帶一條月亮 去穩定個人的情緒 如果男子就可以帶灰月亮 最後又看看屬馬朋友今年的健康運又是怎樣 屬馬的朋友今年在健康方面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是在飲食那方面 要注意一下飲食的細節 多菜小肉 注意一下均衡的飲食 保持身體健康 而且不要日夜顛倒要按時作息 保養自己的身體 這樣才會好的 沒有健康、沒有工作 那就很容易會得不償失的 女士方面要特別注意一下 內分泌失調的問題 多些做一些body check 會比較穩陣些 尤其是1954年的朋友 所以屬馬的朋友今年我健康一般 可以帶一條鐵書俱來 幫你去消除疲勞去病氣 而女士方面 你們可以帶一條石榴石的首寸或者圓石 去改善自己的內分泌失調問題 或者一些婦女病 現在就說一下屬馬的朋友三大禁忌 第一不宜投資 不論大小的投資都不要參加 第二就是不要參加白試 常常出入醫院 甚至乎貪病都不建議 第三個禁忌 就是千萬不要做擔保人 避免承擔一些不必要的債務 這件事大家真的要留意 反而反過來要多些參加一下 一些聚會、喜慶 其實都可以幫到屬馬的朋友 去增加自己的運勢 最後送一個提示給屬馬的朋友 如何去利用顏色增加自己的運勢 首先是黃色的系列 第二就是米白色的系列 這些都可以幫你們轉運和增加你們的運氣 至於減運洩運的顏色就比較多 例如赤紅色、橙色、朱古力色、珊瑚色和綠色 建議屬馬的朋友 今年千萬不要用 看完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大家打個一字留言給我們 和訂閱我們 有待改善的地方 打個二字留言給我們 多謝大家